国务院日前也批复同意澳门国际机场会进行填海矿见 我们也看回这次填海矿见的总面积达到130公顷 而用海的总面积也超过了150公顷 完成之后到时澳门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可以超过1500万人次 这方面的数字也是很可观 机场的矿见也是为澳门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第一也是有利我们的商贸、经济和旅游活动的发展 特别是机场矿见之后 未来我们也会增加多了一些国际航线 这方面也会吸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游客来到澳门 第二也是对于澳门的航空和物流业的发展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相信这方面也会对于延续澳门2019年的上升态势 是有一个帮助的 也使澳门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会更大更加疗阔 第三方面我自己觉得也可以促进到我们工程业界的发展 因为澳门特区政府也是透过一些基建项目的建设 也可以带动澳门居民的一个就业机会 这方面对澳门的经济的提升 以至对澳门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 是有一个很大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影响 有一个很大的激烈也在推出